可以给你高度 也可以给你运动 但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给你角度 新热点 新角度 江西卫视杂志天下 独杂志 观天下 员工自愿加班 企业是否应该支付加班费 监狱帮犯人寻清 背后故事让人落泪 健身房倒闭关门 消费者的钱该如何追回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正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 自愿加班 快到年底了 不少上班族都进入到了加班模式 那么有一个扎心的问题就来了 你加班有加班费吗 最近辽宁省阳的一位程女士 就向当地有关部门 询问了加班费的问题 引发众多小伙伴的围观 程女士就说 公司领导也没说让我加班 可是安排的工作量 你在正常的工作时间 根本无法完成 必须加班才能够完成 这种情况下 公司是否应该支付加班费呢 对此辽宁省人社厅就答复说 如果员工的工作 既不是用人单位的要求 也没有单位认可的加班记录 就只能是算自愿加班 不属于加班 单位也不需要支付加班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单位对员工的加班予以追认的话 那就属于单位安排的加班 应当支付加班费 有人就说了 虽然这个解释和理想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但它还是蛮合理的 如果任何加班都可以领到加班费 那些工作拖沓的人 那就成了受益者了 这对于工作效率比较高的同事来说 那就显得不公平了 不过在职场上 更普遍的情形恐怕是被自愿加班 被自愿加班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工作任务太重 不得不加班 你才能够完成的 前面说的那个成语是恐怕就是那种情况 这应该算是实际意义上的加班 按照相关规定 可以通过劳动仲裁部门向公司索要加班费 但是这个过程就有点麻烦 你得对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要提供什么考清记录 加班审批表等一大堆的材料 你把这些个材料备齐了 估计比那加班的时间还要长 另外就像有人说的 实际当中 谁有那个胆的那么肥 为了几个加班费 跟老板跟企业对着干 再说另外一种被自愿加班 就是员工为了应对激烈的职场竞争 他自愿牺牲休息时间 你像有些公司 甚至把无偿加班 当做是评价员工的一个标准 有专家就说了 这种被自愿加班 事实上是对员工自我意识的一种剥夺 短期看或许有助于你公司业绩的提升 但你从长长远来看的话 他慢慢就把员工变成了这个提现木偶 让他们失去了活力 没有了创造力 话虽如此 但现实还真是蛮骨感的 对于上班族来说 如何应对被自愿加班 那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还需要努力上下求索 好 继续回来 说最近一则监狱帮犯人寻清的消息成了热点 监狱说的是福建龙岩监狱 寻清的犯人就是图片上设一位 他叫郑江 2005年 郑江和别人打架 他把对方打成了重伤 对方经抢救无效死亡 他因此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服刑期间 由于表现良好 他被减刑为有期徒刑 上个月 郑江给监狱长写了一封求助信 说自从有记忆起 他的父母就没有管过他 他是爷爷拉扯大的 爷爷去世后 他就被记养在姑姑家里 由于长期没有人管教 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入狱十多年来 没有一个亲人来看过他 他就觉得很伤心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抱养的 他就希望监狱能够帮他 找到亲生的父母 在街道求助信的第二天 监狱的民警们就行动起来 对郑江的声势进行调查 发现他是一名被拐卖儿童 随后民警又通过微博微信 全力帮助郑江 寻找他的亲生父母 很快就有了反馈 有一名女子说 郑江极有可能是他失散三十多年的弟弟 民警迅速联系到了这个女子 并对他的母亲进行了DNA的检测 最终民警方面确定 这个女子的母亲就是郑江的亲生母亲 前不久郑江和母亲包括两个姐姐在监狱里见了面 和家人见面后 郑江得知他的父亲刚刚过世没多久 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再三叮嘱家人 要继续寻找他 在郑德民警的同意后 郑江的姐姐呢把他父亲的遗像带到了监狱 让郑江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有法律专家就说了 这件事呢充满了人性的亮光 龙岩监狱没有因为当事人的这个犯人的身份怠慢 也没有因为事隔三十多年调查比较难而推脱 相反他们不辞辛苦帮助犯人寻找亲人 这既是对个体尊严的保障 也是对人伦诉求的真实 让司法显得很有温度 而这呢就会温暖到更多服刑的犯人 让他们对生活更有希望 要知道真正的文明司法 只在渡人而非逞人 总之吧这么一场监狱寻青 那就是司法和人性之间的一次 很好的兼容 好的继续回来 我们来关注共享病例 前不久北京魏纪委发布通知 将在三十家试点医院 实现电子病例的共享调阅 这么一个政策 就被称为是共享病例 有了他呀 患者在不同的医院就诊 你可以减少没有必要的 重复的化验和检查 也不用带着这个病例 在不同的医院奔波 医生通过电脑轻轻松松 就可以调阅患者的病例 相关负责人就介绍 说下一步还将通过电子病例 逐步连通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 形成居民的健康记录 应该说随着信息系统的普及 电子病例逐渐要替代手写病例 对于医生来说 由于具有数据化 信息化 方便化 详细化 这些个特点 共享电子病例有的种种好处 对于患者来说 使用共享病例 不仅可以提高看病的精准度 还可以减少精力消耗 包括经济负担 很早的时候 有专家就呼吁 各医院电子病例 应该做到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 但遗憾的是 共享病例一直是难以普及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认识问题 有些人就担心 这共享电子病例之后 会不会出现隐私泄露 第二个就是利益问题 某些医院出于利益保护主义 就缺乏共享的主动性 他不愿意共享 针对这些个疑问 北京市魏纪委就介绍 说在病例共享 调阅过程当中 不会忽视患者的隐私 到时候将会通过医生和患者 来进行一个双重授权 同时还会通过医院信息安全系统 以及医院网络安全系统 来保障患者的隐私 由此可见 办法总比困难多 当然了 困难更大的可能还是这个利益的问题 一些医院 他出于这个市场竞争的考虑 既不愿意分享这个信息 也不相信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 针对这么一种情形 则魏纪委专门设置了试点医院 来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 现在是共享经济时代和大数据时代 科技不仅仅要让生活更美好 同样也可以让生活更健康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对于这个共享并利 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 从今年七月到现在 北京 上海有八十多家健身房都纷纷倒闭了 老板跑路 这消费者被欺骗 求助无门 不仅是健身房 什么洗车行 美容院 养生会所 这些个地方 类似跑路的事情是时常发生 这些行业大多都是预付款式的消费 提前办卡 再慢慢使用 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 这种消费模式本来是两相宜的 商家能够提前回笼资金 又能够签订特殊的客源 消费者能够得到不少的折扣 和实惠 但万事有利有弊 这种模式它最大的隐患 就是预付金没有保障 一旦商家经营不善 出现资金链断裂 它一跑了之 消费者为权渺茫 只能望门心探 为了给消费者吃下定心丸 不久前 北京健身俱乐部就宣布 他们已经和全市26个俱乐部 总共有一百多家门店达成了合作意向 将在明年年初上线健身一卡通平台 就专门用来对付卡还在电影煤的维权难题 如果消费者原来所在的健身房出现状况 你拿这个一卡通 就可以到联盟当中任何一家健身店进行健身 实现无缝对接 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当然了 这仅仅只是健身这个领域 其他使用预付卡消费的行业 又该如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最稳妥的办法 还是应该从制度上进行规范 2012年 商务部曾经印发了预付卡管理办法 其中是明确规定 发行预付卡的企业 需要到主管部门来备案 并建立企业资金存管制度 但是我们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 执行情况不理想 看来相关方面需要做到的 就是严格执行规定 由第三方平台来监管这些个预付金 对于这个预付式的消费 咱事先预防 要胜过事后的补救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南都周刊文章标题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为何在略减 最近第三届中国古村政大会召开 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中国传统村落的数量一直在略减 近15年来减少的村落将近92万个村 平均下来每天都有1.6个村庄在消失 而剩下的也不容乐观 一些传统村落毁坏的现象很严重 由于缺乏管理 空心化严重 很多房屋出现松动倾斜 这些成为了威放 有专家就呼吁 应当及时抢救传统村落 并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来保护中国传统村落 并且在旅游开发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让原住民参与进来 共同保护村落的原生态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香仇的作者于光中前不久去世 要我说 咱可别让诗人的香仇 没有香 只有仇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国外一位美食家 把水果派烤成了这个样子 就像是一幅一幅的艺术品 让人看了不人瞎嘴 因为做的水果啊太漂亮了 这姑娘收购到了一大票的粉丝 粉丝每天准时蹲守在网上 就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她的新作品 而做出来的美食拍完照之后 她要么跟朋友一块分享 要么呢寄给粉丝 做水果派做成艺术品 制作者就说了 人生也如同果实自成一派 成都某高校的学生 用银杏叶制作成表情包 你看啊树干是鼻子 染色的银杏叶是五官 有的活泼 有的呆薄 有的愤怒 看起来真是兴趣十足 要我说 这也算是冬天里的小确幸 在河北管桃县 四位农民艺术家 经过八个月的精心创作 用五金杂粮 拼成了清明上河图 人物表情 水上波纹 都是用一粒一粒的杂粮做出来的 形象 逼争 五金杂粮 成本还不到一百块钱 这话的售价高达四十八万 有人就感慨呀 感觉自己吃了这么多年的大鸡 那是浪费哦 欢迎回来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 为什么孩子总爱问为什么 最近英国一项研究就发现 孩子一天下来 平均要问到73个问题 这让很多家长是不慎烦恼 因为很多问题 连家长资格也没弄明白 你别说我是谁呀 我从哪来呀 我到哪去呀 这调查就显示 家长最头疼的问题 一般都会在网上去搜索这个求助答案 搜索最高的问题就是 人为什么会死 我为什么要上学 圣诞老人是真的吗 还有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等等 有科学家就说了 孩子爱问问题 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 刚开始有思考能力的时候 对周遭发出的第一次探索 而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这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 不过可惜的是 大部分人的好奇心和探索心 到了长大以后呢 就随着童心一块渐渐的消失了 开始变得见怪不怪了 你比如之前提到的 这个孩子平均一天要问73个问题 哎呦 大概等到孩子长到四岁以后 或者是到了上学的时候 这个问题啊 就少得可怜了 反过来变成老师 问孩子问题了 所以你看啊 保有一颗旺盛的求知心 那是多重要 咱呐 没事呢 就该多问问为什么 比如双十二之后 多问问自己 我是谁 我在拿 我的钱 去拿了 爸爸 请你去哪儿 No Why Because it's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t's too early Why The sun hasn't come up yet Why Because the sun comes up later Why Well The earth goes around and when it turns a certain amount the sun shows on the horizon Why I don't know Why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啊 有一幅照片引发了热议 我们来看看 就是一群旅友在城墙上做饭 这个吹烟鸟鸟鸟升起 那真叫一个诗情画意 可是呢 要问正正吹烟 你要去哪里呢 答案却是长城 对 你没有听错 这是北京密云的盘龙山长城 照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城墙被熏得黑了 真是触目惊心 景区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这些旅友啊 都是从别的地方偷偷进来的 没有买票 他们烧火做饭 被景区发现之后 态度还极其的强硬 对调查呢 不予配合 最后啊 强行下山 所以目前 他们的身份信息还没有完全确定 现在警方已经借路调查 说起来啊 旅友在长城什么生火做饭 毫无疑问 这行为属于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 而且呢 人们就担心啊 眼下是冬季啊 气候干燥啊 他们在长城明火做饭 稍有不剩 极有可能烧着周围的树木 引发火灾 这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您看看 乌票进入 破坏文物 还差点引发火灾 这些个行径 真是极其恶劣 实际上保护长城的法律法规啊 真不少 文物保护法 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 当中都有保护文物的相关的条例啊 而且呢 从国家层面 还制定了一部专门用来保护长城的 长城保护条例 长城沿线城市 纷纷制定过长城保护法规 但即便如此啊 破坏长城的行为啊 还是不断发生 那一方面呢 目前保护长城的基层力量 哎 有点薄落啊 有限的工作人员 分不到这数千里长的地方啊 这效果啊 不是很好 特别是有些地端的长城 它横跨两地 甚至横跨两省 这都给管理 带来了一些不便 这就使得游客破坏长城的行为啊 它被发现和查处的概率呢 比较小 很多都无从查处 最后呢 不了了之 这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 现行保护长城的法律法规 它的可操作性 包括它的刚性 也存在一些不足 按照规定 游客破坏长城的行为 它是拘留几天 罚款几百 哎呦 这个处罚力度啊 显得太轻 有一点罚酒三杯的感觉 所以要我说啊 长城做饭 这旅有的炊烟 应该成为重拳出击的一道狼烟 好 继续回来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热点话题 在广东深澳铁路上 有一个独特的拱形建筑 它罩在这个铁轨上 你乍一看呢 像是一个躺着的大烟囱 你可别小瞧它 它呀 是全球首例建在高速铁路上的 全封闭升屏障 前不久 工程主体进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来看一看 这升屏障的庐山真面目 看见没有 估计大伙注意到了这个铁轨旁边 飞翔着各种鸟 没错 这个声音屏障啊 就是为了保护著名景区小鸟天堂 小鸟天堂是全国最大的天然赏鸟乐园之一 居住了三万多只鸟 是名符其实的鸟的世界 作家巴金游览之后啊 曾写下著名的散文 鸟的天堂 鸟对声音是特别的敏感 一旦这个环境不适合呀 它就会离开不复归来 根据这个测算哈 生贸铁路距离这个鸟类栖息地的核心区域啊 只有800多米 这高铁开起来 噪音能够达到90分贝 就很容易啊 惊扰到小鸟 那怎么办呢 在国内尚无千例的情况下 铁路部门联合几家高校 通过各种模拟试验 最终啊 确定使用拱形全封闭声屏障 开建之初 相关部门就遵循保护目标 避开了三月到七月的鸟类繁殖期 将施工时间呢 特别安排在十月到十二月 并采用低噪声设备 设置临时声屏障 据介绍啊 建成后的这个全封闭的声屏障啊 可以有效的降低噪音 同时呢 消除列车灯光对鸟类的影响 保护它们的栖息环境啊 不受到环境的干扰 另外也提高了列车运行的安全啊 防止小鸟和列车啊 发生碰撞 为了保护小鸟天堂 修建全封闭声屏障 要我说 它体现了相关部门 开放的环保意识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 这个展品呢 是师生校友的笔记教案版书 这瞬间引发人们关注 你像七十多岁的这个老教授 梁昌宏啊 教书几十年呢 一直呢都是手写教案和版书 他的版书形式活泼 颜色丰富 红色黄色标注主题 白色来写这个内容 除了文字公式图表 还有形象生动的插图 用矮胖子来表达体重 用收高个来代表身高 名人头像 人家也画的是唯妙唯肖 什么牛顿爱因斯坦 在梁教授的笔下都变得萌萌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这个密码学专业啊 号称是国内密码学的黄埔军校 有三位教授 号称是二王一销 这个领域的title啊 国内大部分密码学专家 都是他们的弟子 这一次展览呢 就展出了他们手写版的试题和英文信件 瞧着规整的话图 严谨智智学这个细细啊 是扑面而来 除了教授们的手笔啊 一些学术大家 求学期间的笔记 也被展览了出来 那真是看为观止 比如纳米之父王忠林院士 他上课的笔记啊 有目录分章节 条理清晰 有的呢 还是全英文的记录 您瞧这些个配图公式啊 工整啊 工整的就像印刷体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哎呦 记录两个硬币的运动过程 就连硬币上的花纹都画了出来 现在很多老师上课都用PPT啊 学生做笔记 用手机拍一下 看上去倒是挺有效率的 但有多少在走心 咱就不敢说了 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年代 教授学者们用手中的笔 将思维记录在纸上 在版书上 这才是真正的大处啊 不少同学啊 看完这个展览之后啊 纷纷感慨啊 即使再深奥的知识 那也是由浅入深 一点一滴积累 院士笔记做得认真 老师教案版书写的用心 咱做学生的 还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学习呢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啊 先来看一幅照片 老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拍于1900年 照片里 一个小男孩和一位外国医生 在互相鞠躬 当时啊 这名医生啊 正查房 面对着小患者的鞠躬 他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 是深深的鞠了一个回宫里啊 有人就说啊 这两个鞠躬啊 是有小患者对医生的感激 也有老医生对小患者的尊重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 同样的一幕啊 在武汉中心医院再次上研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朋友叫军军 才三岁啊 前不久啊 他发高烧啊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他一时模糊 四肢呢 抽搐 牙关紧闭 接着呢 这个时候呢 这杨医生 就是 哎 图片上这一位 哎呦 赶紧撬开孩子的牙关 把自己的手指头啊 伸到孩子的嘴里 以防止孩子窒息 然后呢 杨医生 用另外一只手 给军军呢 进行退热和 镇静治疗 半个小时之后 军军小朋友的这个病情 得到了控制 几天后啊 军军就到医院来复查 领走的时候 哎呦 我这三岁的小朋友 向医生是 鞠了一躬 表示感谢 看到这一幕呢 杨医生 赶紧鞠躬回礼啊 这两张新旧老照片 虽然相隔百年 但传达的呢 是同样一个道理 那就是人和人之间 尤其是医患之间 需要互相理解 互相感激 好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高考校长 在人们印象当中 考试的时候啊 校长应该是这样的 巡视考场 作这个作弊啊 应该是校长的标配 不过呢 在山西太原 有一位中学校长 他呀 与众不同 这个校长啊 姓王 明年呢 他将第七次参加高考 你没有听错啊 他参加高考 他就说了 这么做呢 是为了改进教学 亲自啊 上考场 能够直观的 看到试题的变化走向 也能够真实的体验 考生的感觉 他还给自己呢 设了一个考试的规则啊 就是 基数年考文科 到了偶数年呢 又改考理科 于是呢 高考校长的名号啊 就这么传开了 王校长去高考 有时候呢 还会遇到一些麻烦 同学进考场 晾一晾准考证就可以了 而他每一次啊 都会被保安给交住啊 这位家长啊 你不许进去啊 想想也是啊 王校长快奔四十道 难怪人家不相信 他是来高考的啊 每每这个时候呢 王校长啊 要花好一政治 来解释啊 来核实啊 才被放行 不过校长就说了 只要政策允许啊 他还会将高考 进行到底 高考校长 这一份和学生 同甘共苦的心意 那实在是高啊 好的 感谢收看 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